另外首相安华也会在星期三开始 官访中国四天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克敏就希望 访华之旅能够为两国友谊 以及合作带来突破 打造马中关系黄金十年 对于本身针对同性恋 双性恋与跨性别群体的言论 遭到狂轰烂炸 对着歧视和污名化 尼克敏拒绝回应 不回应 我今天来 就是我刚才要讲的两样东西 第一 政府坚定地捍卫 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 多元流教育 我们是要让各元流教育 白花齐放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 马中关系黄金十年 希望马中之间的关系 能够情意相挺 也能够再创刀锋 尼克敏今天出席霹雳安顺 三民独钟一跑见效活动之后重申 政府良好施政 政治稳定 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促请各国抓紧时机 注资 所以促请中方把高素质 高资金和高科技的企业引进补国 这不止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也能够为国家制造高收入 就业机会 留住人才 针对土团党领袖 要求关闭华诞小的言论 尼克敏重申 政府捍卫各元流教育公平的权力 也会持续支柱 所有元流学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